拿起一張張訂單刷過條碼 準備各種烤肉食材 串燒 雞肉 甜不辣 一個個分好 放進不同的籃子裡 分皮裝箱 封上膠帶 現場的人員手沒停過 用最快的速度出貨 疫情影響不出門 宅在家自己來 想烤啊 可是應該就用電烤盤之類的吧 或是在家裡自己煮啊 在家用鐵盤烤的啊 從我們九月初到現在 已經累積成長40% 然後我們一天出貨量 最高峰可以4000到5000張 真的快忙翻了 許多電商平台訂單大塞車 為了因應暴增的單量 敢在中秋前特別增加人力 我們大概有增加10%到20%的 零食人員去應付這些訂單這樣 中秋不群聚 以小家庭為主 分量也抓得精準 一兩人到四人分裝整空包 例如有這種切好分好的海鮮組合 他已經在事前 幫你把食材都清理過 然後以小量 然後真空的包裝來做銷售 為了防疫民眾不出門 從網路訂貨 再加上不能在外烤肉 提高大家對食材的需求 疫情宅經濟 中秋自家烤 連帶讓冷凍食材業績跟著翻倍 各家業者也忙翻天 要搶攻這波中秋宅商機 三地新聞 各位宣傳萬一新北採訪報導